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跟财务自由有关系的话题 如果你关注FIRE的话 你可能在YouTube上看到过这么一个频道 一对弯曲的夫妻 老公41 老婆39 带着俩孩子 19年就FIRE了 从加州搬到葡萄牙 过上了神仙眷侣的生活 我说你可能知道他们 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红 不光是YouTube频道有50多万粉丝 而且CNBC啊 Bloomberg都采访过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Twitter Instagram 都经营的很好 网站也做的精良 还出了书 卖各种理财投资 FIRE相关的课程 关于FIRE呢 社会上一直是褒贬不一 推崇的或者是已经做到的人 经常会在卖课的时候跟你说 你们也行的 Everybody can do it 反对的人呢 就认为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达不到也没必要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借着这对夫妻的例子 谈谈我的看法 聊一聊 这对网红夫妻 他们哪些地方是可以复制 值得学习的 哪些是不可复制的 如果你喜欢财务自由方面的话题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可负之一 他们并没有来自有钱的家庭 积累财富的路上 也没看到 他们有来自双方父母的启动资金 这个情况其实符合美国 大多数下中产和中中产的情况 就这个阶层和再往下的孩子 没有学生贷款就很不错了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老公是在2011年的一次工作满10年的那种award 就是颁奖会上 意识到自己已经这样工作10年了 不要再这样工作30年 这样下去人生都蹉跎了 然后就夫妻赶紧订了一个10年计划 希望10年之内可以退休 19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目标 比计划还提前了两年 于是全家高高兴兴 移居葡萄牙 和所有fire的人一样 他们是开源也节流 开源的方法 包括去搞旧房翻新 Flip 开Uber 开Lyft 积累了一些资产之后 再去投资股市和湾区当地的房市 做Airbnb等等等等 就这样越滚越多 到19年辞职的时候 已经有超过200万的净资产 在一个采访中 他们说 11年最开始Flip的第一个house 就是在湾区首付了3% 花了1万7买的一个旧房子 所以他们刚刚开始为fire努力的时候 老公虽然已经工作了10年 老婆也差不多 但是启动资金就这么点 所以他们的起点并不高 这个是可复制的地方 一 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父母支持 买房给钱等等 可复制 12他们的工作也不是高薪工作 虽然两个人都在湾区 但并不是软件工程师 都是在联邦政府上班 老公是做urban planning 年薪98,000 这还是离职前 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会更低一点 老婆是attorney 年薪7万 这一点呢 也我觉得也还挺励志的 也是他们的故事能火起来的原因之一 试想如果是一对双马农 搞这么一个网站和YouTube频道 俩人家起来税前80万 怎么怎么做到了fire 就没那么励志了 因为大多数人复制不了这个年薪 可复制3 他们的投资 房产呢 咱们刚才说了 就在湾区倒腾房子 股市 他们就一直放了index fund 也就是我一直鼓吹的方式 因为确实是稳健 而且省心 如果你是挑中了大牛股 或者是早期买了比特币 一下子不小心财务自由了 这个就不可复制了嘛 但是美股的index fund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无脑做到 这对夫妻是从零开始 用8年时间连攒带投资 积累了200万 index fund 可以说功不可没 他们也是明确的说过 从来没买过个股 所以这个投资模式是相对来说可复制的 可复制4 他们有孩子 而且还是俩 我看过不少fire的故事 其中有一些是丁克家庭 或者是单身人士 就不由的会让你觉得说 你能做到fire 是不是因为家里没有吞金兽 因为首先孩子费钱 这不用多说了 其次费时间和精力 年轻人正是事业上升期 生孩子会影响晋升 就算说美国对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对完善 性别歧视也好一些 至少你业余时间得看孩子吧 影响搞副业 但是他们俩孩子也没有耽误fire 所以他们有吞金兽 这一点也比较可复制 说完可复制 咱们说它哪些成功的元素 是不可复制的 人家现在各种营销做的这么好 又是出书 又是卖客 一定是 它的卖点是让大多数都认为 他们的成功是完全可以复制的 但是细想来还是有一些因素 有特殊的优势 比方说 第一 他们夫妻俩都在联邦政府工作 非常的稳定 而且朝九晚五 就这一点就秒杀很多人 他们这样清闲又无压力的工作 保证下班之后还能去搞副业或者陪孩子 而且没有失业压力 而且两个人的家庭年收入也有近20万 这个收入虽然和马农比起来差很多 但是比起其他行业也不算低了 说白了就是在普通行业当中 它的性价比特别高 工作满10年 还有pension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要知道有多少人996类的精疲力尽 也许美国少一点 但是我想想我自己当年挣10万块钱的时候 都给累得抑郁了 压力爆表 心情郁结 节奏快起来 没有时间吃饭 没有时间上厕所 休息的时候只能躺湿 那个时候别说搞副业了 主业都活都不想活了 虽然压力大又加班的工作 一般是会挣的更多一点 但是要看多多少 我觉得我当时要是挣50万或者40万 甚至是二三十万 我也会心甘了 但偏偏也就是10万多一点 多出来的钱 完全不够让我早10年退休 但是多出来的那个工作量 足以让我早死10年 所以性价比太低 他们的工作呢 虽然就不是挣的最多 但性价比是真的高 这点对于我受过996创伤的人来说 真的很稀罕 我觉得是很难复制的 第二 在过去10年弯曲的房产 还有美国整体股市的涨幅 不知道还能不能持续 细心的观众也听出来了 他们11年Flip去翻新的第一个房子 首付只有17000 虽然比例也很低 只有3% 但是说明房子总价也就才50几万 即使是个破房子 现在这个价位也很难找到了 过去10年 弯曲的房价涨了多少 我不敢说是全美涨幅最大 但我知道肯定有很多其他地方的房子 没有这么大涨幅 再说美国整体的股市 在过去10年涨了多少 今后还会这么涨吗 就谁也说不好 他们比较幸运的是 在决定积累财富的时候 不管是时间还是地点上都很有利 起点相同 挣的也一样 收入 副业都一样的平行空间 另一对夫妻 闲钱也是用来投资家附近的房产 或者放股市index fund 但是不同地点 不同时间 比如说从99年到09年 这10年净资产就会差出很多吧 事实上 如果真是从99年到09年 可能忙活10年攒了个寂寞 零资产甚至负资产 别说退休了 不失业就不错了 第三个他们特有的优势 也是不太好复制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挺大的了 这就是夫妻两个女儿 一个12一个14 因为老婆才39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 她25就生老大了 说明可能24怀孕 23就结婚了 这个在现代社会 我说它并不常见 应该没人跟我杠吧 能不能在大学刚毕业的年纪 就找到终身伴侣 这个也是看命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也和FIRE相关呢 因为FIRE不光是钱的问题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孩子是不是能适应新环境 教育问题是不是能妥善解决 都是要考虑的 比如说你财力上可以FIRE 想去西班牙生活 你的孩子正好是小学阶段 或者是初中也许也还可以 我觉得就比较理想 如果孩子太小 你也带不走 你也不容易放开了 享受生活 太大了 他已经有自己的圈子和想法 或者正叛逆 不愿意换地方 怎么办呢 所以这对夫妻的孩子 正好是比较合适的年纪 又没有跟他们拧着干 他们自己在blog里面也说了 4个人可以在海边散步 一起学冲浪 因为孩子大了 父母还相对年轻 得益于生孩子早 各种娱乐幸福指数就非常高 我想想我自己 等我小孩十几岁的时候 我可能都50多了 唉 你可能会说 fire不就是不上班吗 不一定要搬家呀 但是以这对夫妻情况来说 他们目前的被动收入 每个月是4000多美元 在葡萄牙就过得特别开心 如果是留在湾区 他们敢退休吗 就是因为形成了这种 从贵的城市来到相对便宜的地区的降维打击 日子才这么滋润富裕 如果自己生活的城市 本来就是个低消费的便宜城市 又往往工资低 投资机会少 比如说当地的房地产 增值潜力不大等等 那攒到200万 可能就没法在短短的8年之内实现了 所以翻回来 孩子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他俩早婚早育 我认为对他们幸福的fire生活 是有独特的优势的 说了这么多可复制不可复制 我不是为了吹或者黑这一对博主 我是想说 其实每个人的成功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没有一个人的轨迹是别人可以完全复制的 所以我比较讨厌一些 因为运气不错 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 自己就忽然变成大师 鼓吹宣扬 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去给别人授业解惑 让韭菜买自己的书 你那个成功明明有特殊性 往好了说 你就骗个学费 往不好说 你这不是耽误人 把人往黑道上带吗 但另一方面 又有人走另外一个极端 就自己从骨子里 完全不相信财务自由 也不愿意为之努力 自己没有计划 还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说财务自由就是个伪命题 制造焦虑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对博主就做的挺好 他们的经历还是比较励志的 有少数不可复制的元素 我们把它辨认出来 再结合自身的优势 对吧 把它改变一下 它有它的特殊性 你也有你的优势 咱们受它的鼓舞 走自己的路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的话 希望你能给我点一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